这是一个RGB的LED灯 那这个灯呢 它是输出的模组 然后它可以使用数位的方式去控制 也可以使用类比PWM的方式去控制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LED是可以调光的 那所以可以调光的装置 只要在5V特影内都可以直接使用 Arduino的PWM的功能 去做模拟类比的输出 除非它的电流太大 像马达就不能直接去做讯号输出 那可能就要使用电晶体模组之类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接角 那这一类的模组设计 里面有三原色的LED 绿色、红色、蓝色 Green, Red, Blue 那么所以基本上它不像之前的一般型的模组 是用GVS的接线 它是直接呢 由讯号端来供电 然后让LED亮 所以一只脚 你送高电位进来 那么电呢就会经过LED 里面的绿色的LED 然后再经过电阻 然后回到GND形成回路 那这样子绿色的灯呢 你送高电位它就会亮 那同样的红色 就经过红色LED 通过第二个电阻再回到GND 那蓝色也是一样 通过蓝色LED 然后限流电阻 然后再回到GND 那么所以它是由讯号直接去点亮的模组 所以它的接线方式是这样子的使用方式 所以如果你要做数位的控制 这里就接到数位的接角 如果你要做模拟类比的控制 要控制功率的 要控制亮度的 那你就把这三只角 就接在可以使用PWM 可以控制功率的接角上面 那我们把它接到Arduino的上面 那刚刚所说GND是接地的部分 所以这条黑色的线 我们就在数位接角这一排 找一个黑色的位置 把它接上去GND 然后另外三个角位呢 绿色、红色、蓝色 这三个角位 我们就把它插在 一样是数位接角 但是呢必须有提供PWM功能的 那就是356、90、11 把它接在相邻的位置上 直接挑选90、11 把三个讯号线接在90、11 那三个讯号线就可以分别控制 绿色、红色、蓝色 这三只角的功率输出 这个是接线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一样使用Transformer来做示范 选S2A+,然后接到你的板子上 那有烧过韧体就不用再烧 直接把Squatch打开 那这边的输出呢 我们PWM的部分是直接使用它的基本的数位模拟类比PWM的功能 那么所以各位呢 一样要把S2A+,的积木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一样是启用数位积木 但是呢 这边你就要把它选成PWM PWM 那我们刚刚的接角是90、11 所以请你把90、11 把它三个定义都先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直接复制三个 积木 然后把90、11的位置选上去 那好了之后呢 一样是可以直接把Action点率器放在上面 那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会习惯在使用上呢 先把灯给关掉 在使用的时候呢 PWM有它的单独的一个积木 单独的积木 那一样是选90、11 所以我们把三只角的使用的积木先拉出来 90、11 好 那么三个都是0呢 这边的PWM呢 一样是0到255的数字 所以三个如果都是0的话 就是全部关掉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照的结果 好 现在是全部都关灯 所以我Action之后 它一样是关灯的部分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 如果第九角给它满电位 255的话 Action之后 它是绿灯 Green的部分 然后呢 我把它 恢复到0 把第十角给满电位 好 这时候呢 应该亮的是红灯 Red 红灯 然后一样把红灯归0 把蓝灯给到255 再Action一下 好 确认三个灯都没问题之后 好 确认三个灯都没问题之后 那 就可以开始去使用了 好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三原色 各位都 国小四年级学过光的组合原理 那么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某一个颜色怎么组合出来 那请你把浏览器打开 好 你在Google上面直接搜寻一个叫做RGB的配色表 那么RGB配色表里面呢 就会有教你如何去搭配三原色的数值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字 RGB 刚好就是三个数值做搭配 然后这个数值的上限都是255 0到255 所以今天假设 我们需要一个这种颜色 这种有点灰灰暗暗的红色 那么它的RGB就是2059292 那所以我就去程式里面 把我的数值改成205 205是R 所以红色这个是205 然后另外两个是9292 那当你Action之后呢 这个颜色 可能远远看 或者是你拿一个白色的纸张 把它放在上面 你远远看就会是 类似于刚刚这一个的颜色 那这不会那么准 不会那么准 那是因为 练习用的模组 它的电阻的计算 跟LED发亮的程度 并没有办法算到非常的精细 那么所以颜色大概不会那么准 我们在上面放了一张卫生纸 然后呢 我们把亮度降低 那颜色就会 就会有些像 网路上的这个颜色了 好那这就是 RGB 类比输出模组的一个使用方式 稍微的 去